普通的光杏在面对反光杏装甲的时候 它的伤害不但是十分的刮杀 甚至刮着刮着自己还没了 所以在反甲面前光杏是没有尊严的 但是今天高地宝安站起来了 众所周知反甲法的伤害 它是一种法术伤害 而出了魔女以后不但可以降低 甚至还可以直接抵消这个伤害 所以当对面出了反甲以后 咱们做魔女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 同时呢你再搭配上一件冰痕之物 不但会让你变得更肉 还能减少自身的CD 以及降低对方的疑速 以帮助你更好的留住对面 所以兄弟们今天这一拨装备搭配合理 有的人可能会说了 做两件肉装 你这不是刮杀吗 那不好意思我问一下 难道你不出肉 你出纯空气装备 他光信就不刮杀吗 那既然都是刮杀 一个怕反甲一个不怕 同一个英雄有不同的命运 但是兄弟们不要忘了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今天就让我们找回失去的尊严 重拾我们的自信 理论说完实战搞一手 王者六星的排位赛 咱们对线的是亚瑟 亚瑟必出反甲 但是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反甲他只管出 我咒一下没头算我出 游戏一开始不出意外 他是个逆风 对面不知火舞 收掉裴剑虎以后 他竟然瞧不起我理性 想秀我 拜托我这可是理性啊 你倒是光信吗 你说秀就秀 一放二姐人给我坐下 这里我这个闪不是白胶 也不是手滑 能看懂岂不是王者 他主要是为了防止 被南马虎给拍死 这个人 这个人眼神不对啊 真是不要慌 咱们要知道 暗性大于理性大于光性 所以这一波 哪怕咱们的理性是一丝血 反甲可能比较困难 但最起码换还是能换 一放二就能减速 亚瑟他也没得跑 光性是没有减速的 遇到这个局面以后 理性可以换 暗性可以反甲 但是光性只有被杀 其实我有想过 这一把我被亚瑟打爆 也有想过我打爆亚瑟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他挂机了 趁他病要他命 兄弟安心上路吧你 开局三个头 这一把我上路无敌了 我这个人马一向不记仇 上路线我不要了 咱们来帮队友守一下野区 对面几个人 野区进得太过分了 像江子牙 和谐都还没刷呢 你就过来抢 还有工门五脏 你一个打野 自家的野区不去打 反而老盯着别人的 你给我死去吧你 那这一波野区就守得很到位 这边中路队友需要支援 这防御塔得守啊 所以并非是看到了工本 老猪我才过去的 要知道我这个人不记仇 咱们先进草丛 藏一下视野 诶 哦 我说我是来守塔的 你们信吗 我当时开大只是习惯性反应 真的没有想K头 我老猪不是那种人 上个工本没有K到 哦不 是没有撑到猪攻 那也不能白跑一趟啊 那就亲两个兵吧 下路稍微的瞥了一眼 这工本 他是要反野啊 那这还得了吗 无法无天了 牛魔开端以后 咱们跟上 一发一技能先收压色 再来上一个大工本 给我死 光信这个英雄呢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有气质 所以其实在这个 不属于理性的时代 而不对 是不属于光信的时代 依旧是有人用极致的手法 在坚持他最初的理想 所以我们对光信 要多一点宽容 多一点理解 你上这个压色 直接裸反甲 好玩吗 不好玩 有用吗 没用 从我开始做魔女的那一刻 反甲对我来说 就没得威胁了 虽然说你还是可以反弹我伤害 但是那个伤害 我的魔女可以抵消 所以从此以后 像我这一把十多杀 知道的是我装备组合的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光信加强了 就这无敌之之 你羡慕吗 全场带飞啊 你想要吗 来吧 装备叫我这么粗 你用你也行 哎哥 哥不说了 不说了 我跟你讲 李源芳你的运气是真好 要不是这一把 复活已经来不及了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明白 老猪我从不记仇 感谢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